打电影发明以来 人类就在追求更高的影像规格 彩色 4K HDR 等等等等 那为的就是能让影像稍微再真实一点 再真实一点 而这个 是一个叫做 Ursa Cine Immersive 苹果公司和B&B公司 联合开发的一台巨奇怪的摄影机 可以说 它是专门为了这个Vision Pro而生的 你看它名字里面就有Immersive这个词 所以这个东西长得 我不知道你怎么评价 反正我这辈子没有见过长这样的相机 真的很奇怪 但它的参数猛真的很猛 它8K 90帧每只眼睛 是个超级的性能怪兽 那问题就是 它能把你带到世界上的另外一个角落吗 那或者说 相比现在我们大家喜欢看的竖屏视频 这个东西 真的是未来吗 那要聊这台摄影机你看它有这么奇怪的造型 就必然离不开观看设备 还有它对应的这个特别的视频规格 所谓的Apple沉浸视频 那传统的摄影机拍出来的都是一个画框 而Ursa Cine Immersive的这个鱼眼镜头在拍摄的时候 它能把超过180度视角的画面全部给拍进来 这有点难理解 但是你看 它被压缩成这么一个圆形 它拍出来的画面类似于像一个全景相机的鱼眼 但是问题在于下一步和全景相机很不一样 我们在Vision Pro里面回放的时候 这个圆形会被投射到一个半球之上 覆盖你眼前的全部视野 而这台摄影机有两颗这样的镜头 你看它是不是其实非常像我们人的两颗眼睛 那如果说传统视频是在你眼前开了一扇窗 那这个Ursa Cine Immersive这个相机 它更多是想把你的人头摘下来按在脚架上 然后两颗镜头分别捕捉两只眼睛的全部视野 当戴上Vision Pro的时候 这拍摄现场的这颗头的视野 就没有保留的分享给了你 我相信你应该能理解这个逻辑 本质上和头号玩家有点像 因为它能骗过你的大脑 让你觉得好像我就是到了那个地方 这就是这个摄影机的魔力 那这个格式真的像苹果公司描绘的这么完美吗 我会说第一次看的时候 你第一次看也会吓一跳 就是好像你站在现场 然后犀牛在你面前依然吃草 这和苹果的那个空间视频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沉浸式视频 真的感觉你被传送了 但是当我们拿到这台设备 我们觉得应该能够好好创作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嗯 这种规格的视频 创作起来困难重重 第一就是它机身屏幕上的画面 现在你仔细一想是完全没有参考价值的 因为屏幕里面的画面看着有点冲击力 但是你戴上眼镜以后 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恐怖 因为它就在你面前变成了一个巨人 BMD公司他们其实是有考虑到这一点的 设计一些特别的框线来辅助构图 你看这画面中的矩形 就是观众看向正前方时的视野范围 但是具体观感怎么样 你用这个小屏幕来看就是管中溃爆 始终在看一小块的区域 所以你只能戴上这个眼镜再去监看 才能看到完美的状态 但是现场的话 大多数时候你只能反复地去拍摄 回看再来调整 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 然后还有一个和传统电影都不一样的 就是它这台相机不存在所谓的景别和焦段 因为它东西都是不可更换的 所以创作者能够控制的东西 只有场景本身 还有把你的头放在哪个地方 我们既没有办法去拍摄特写 也不能像原来这样去推拉摇移 这个画面包裹出了整个视野 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摄影机 一旦运动激烈 观众会觉得天旋地准 站都站不稳 那再配合上180度这么宽广的视野 会出现一个距离谱的情况 你看这个地方 它的左眼可以拍到它的右眼 就是可以自己拍到自己 所以非常离谱 那这拍摄现场所有的灯光脚架还有器械 都要躲在摄影机后面 只要你露出去一点点 这观众一抬头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那说了这么多 其实这个格式本身是不新鲜的 谷歌在2017年就提出了一个叫VR180的标准 其实就已经规定了双目180度 VR头显观看这几个最主要的形式 那苹果公司和BMD公司到底做了什么 这个Apple Immersive Video的概念 它是噱头还是真的东西 我觉得最显著的一个区别 就是它超高的分辨率和帧率 这确实是前所未见的 那这时候你肯定会说 哎这个分辨率是不是已经过剩了 帧率也过剩了 那答案是不是的 对于传统的显示器 甚至大屏幕来说 可能8K 4K就已经足够了 那这么一块27寸的办公显示器 占据你视野大概45度 所以4K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的8K是要分配给你 整个眼睛所有的视野的 如果我们从里面 截取出类似于显示器 这么小一块区域的话 其实你看 这个分辨率只有2K了 反而变差了 所以这么多年 我们对分辨率的追求 好不容易到头了 这个沉浸式视频一来 我相信未来 这个分辨率的需求 还会进一步拉伸 那还有一点不那么显著 但是对于沉浸感的提升 也很有帮助 谷歌规定的视频 要统一映射成这样 然后在观看的时候 重新映射成一个半球 这画面额外转了一道 就浪费了大量的像素在画面底部 而且过去VR180的相机 通常是一个型号 用一套映射 但是因为BMD公司 把镜头和传感器 直接给锁死了 所以每台相机出场的时候 都做了高精度的标定 并且苹果所推的这套新流程之中 整个剪辑和输出流程 我们都不用去改变画面的本身 而是让Vision Pro 在回放的时候 直接读取镜头的标定文件 把鱼眼的画面映射回了真实世界的样子 这就使得Earthstone Immersive 在后期处理中的画质损失会更小 并且对于空间感的捕捉 会达到一个更新的高度 在传统视频里面 我如果想要展示一个产品的大小 我可能会需要 就比如展示一个参照物 给你对比一下它的大小 你才知道它有多大 但是使用这台相机的话 你只要把产品放到它面前拍摄 观众戴上眼镜 就能够很明确地感受到主体的尺寸 因为你有两只眼睛 你可以自然地用手笔画出大小还有远镜 这是以前的相机都做不到的一点 好 那说了这么多话 你肯定会说 Tim 你话真多 你能不能直接把样片给端上来 给我们看看有多沉静 那可以说 虽然现在我没办法透过屏幕 完整直观地让你感受到 这个沉静视频的魅力 我也没法给你们每个人 送一台Vision Pro 但是我们还是尽可能 把这台摄影机所拍摄到的画面 转回了传统的形式 来展现给屏幕前的你 把它们打开 正开眼 来到人类世界 找回血 即刻此改变 不知道你看完的感受怎么样 会不会觉得也就这副样子 那确实 这台摄影机最大的问题 我相信你已经察觉到了 它就是一台VR的特化摄影机 我们尝试了很多办法 让样片在屏幕里看起来更震撼一些 但是只能说和你头显相比 只有10%吧 我会说真的只有10% 所以我们也制作了immersive版本的样片 就是真正的沉浸式样片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戳这个链接来观看 那不仅Vision Pro可以观看它拍摄的样片 其实只要是VR的头显 都能有不错的体验 那比如说Pico 4 Ultra 搭载了两块460万像素 90赫兹的显示模组 在观看沉浸式视频的时候 也很丝滑和流畅 我们这次拍摄的样片 也上架了Pico的平台 如果你恰好也有一台Pico的话 点开就可以观看 前面提到的监看难题 我们基于Pico 4 Ultra 开发了低延迟的实时监看系统 配合Pancake光学镜组 和后置电池组的平衡设计 我们用它在现场监看 佩戴体验和画质细节 都是相当不错的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拍摄困难 是我们刚刚一直没有提到的 你想 这台摄影机每时每刻都在拍摄 双目8160x720090FPS 这么恐怖的一个规格 像素量是4K30帧的足足40倍 那么测了一下 它的画质最好的情况之下 一秒钟 需要消耗你2.8GB的存储空间 所以即便选到了一个 比较经济的档位 这样一块8TB的硬盘 也只能够拍摄100分钟 就是好吗 所以不管是外拍还是后期 这对存储的压力 是巨大的难以想象的 那不仅仅是元素材码率高 我们需要把这么高的像素量 传递到成片里面 才能承载我们所描绘的 这个绝对沉浸的体验 对吧 那达芬奇这个格式之下 预览质量默认输出码率 是100Mbps每秒 我们测下来要给到150-200 才能有不错的观感 这听起来文件确实小了很多 大家注意 这是传递给你看的文件体积 这不是我们输出的什么规格 是最终你要以这个码率来看 效果才是好的 所以在线观看的话 会非常容易卡 那不仅仅如此 我们还遇到了额外的问题 就是Mac之下老生常谈的 苹果的这些Mac电脑 它们的硬件编码器质量 真的很糟糕 输出常规的视频还勉强能用 但是到了现在 超高的分辨率 加上放大很多倍来看 这画面里面都是结块 还会抽动 左右眼还有不一样的瑕疵 这我真的觉得是 非常影响沉浸感的问题 那可能苹果也很清楚 所以它管目前的 这个一键导出预设 叫做Preview 预览质量 并不告诉你最终的质量 那如果你想输出 更高质量的成片 我们测下来 要在Mac里面 先输出一个ProRes编码 再打开一台Windows电脑 进行编码 然后再回到Mac里面 来进行风暴 才能有更好的体验 苹果精心布局了这么多年 还是得在自己挖的坑里面 最后再跌一下 那最后影响整个创作体验的 其实就是Vision Pro 它还不够Pro 就是我们这么大的文件体积 不管是要载入到 头显里面观看 还需要实时的剪辑串流 都需要一个很大 并且稳定的带宽 对吧 那我们输出的样片 动辄几个G 那么好了 你猜猜要怎么导入Vision Pro呢 你没有猜错 你只能用AirDrop 这可能是苹果最逆天的一个功能 那这时候你肯定会说 苹果其实也提供了一个2000块钱 还是3000块钱的这么一个头戴 那你把数据输进Vision Pro 对吧 那我们把它搞来了 这个东西你猜它数据有多快呢 是雷电4吗 是10Gbps每秒吗 不对 这是一个USB2.0 2000多块钱 每秒只能传输四五十兆的接口 我只能说苹果 真有你的 这玩意卖我2000 那说了这么多 你可能会说 Tim你把大家叫来 就为了这么点事吗 这么大一台摄影机 这么大一笔钱 应用场景这么小 还有这么多坑 不是自讨苦吃吗 但是不仅仅是我们 有很多创作者 用这么一个有画框的24帧的格式 拍了这么多年 穷尽了超多的拍摄方法 来试图给你这些视觉刺激 那在苹果拿出了Vision Pro之后 我看到它还愿意拉动着厂商 去推动一个新的 至少不一样的标准吧 我先不说好不好 不一样的标准 把原本摄影的各种手段和方法都打破了 去实现传统摄影机做不到的效果 我不知道屏幕前的你 会不会想要试试空间视频 或者这样的沉浸视频规格 为自己未来记忆多留一个维度 留下一份可能 毕竟我自己应该会拿它 去拍拍我的家人 毕竟没有任何素材 能和这个素材比 对吧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也请不订阅点赞的Vision 转发 这部分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